大家好我是老谭 每天洗衣做饭都要用水 虽然我们也一直叫孩子要节约用水 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察觉到 自己一个随手开水龙头的动作 其实就在浪费水 我们很多人打开水龙头的动作 都是随手往上掰一下 随手这么一拉 就拉到了最大的出水量 这样太浪费水了 还容易见到处都是水瓜 如果把水阀关小 水流需要大的时候 操作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在水龙头上借根绳子 这样往上拉 就可以很好的防止把水量开到最大 同时也能够把手洗得很干净 而且操作起来也比较的灵活 需要大水量 只要把绳子往后靠一点 另外套在厨房的水龙头上 洗菜洗碗也能够很好的控制 或者是冷热水的出水量 但又能够把菜洗干净 这样不仅能够节约水费 还有燃气费 第二招 打开冲厕所的水箱 往里面放一个装满水的瓶子 我们每次冲厕所 其实并不需要每次都满满的一箱水冲下去 放一个瓶子在这个里面 大约一次能够节约500到600毫升的水 这样一年下来 大约能够节约21万毫升的水 数学好的可以算下有多少吨水 第三招 要用洗脚和洗头发的水 我们晚上洗脚用的水 以及其他废水 不要急着倒掉 第二天冲厕所用 也能够起到很好的节水作用 几个简单的节水小校门 每年都能够为家里节约相当多的水费 大家可以分享和转发给自己的亲戚和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